就是说99乘法表 所以请各位 在这边新增一个工作表 名称叫做99乘法表 我想各位应该对99乘法表都不陌生 小学应该都一定要背 先开始背 99乘法表特别注意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Excel里面 快速的帮我产生一个99乘法表 所以你先打个1按Ctrl键 向右拉 1到9 1然后呢 按Ctrl键 空点的部分向下填满 大概有没有 1到9 1到9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 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先设一个框线好了 这个框线里面呢 我希望得到的结果是 1乘上1等于1 1乘上2等于2 1乘上3等于3 意思类推 反正就是像 那当然如果说你以前要做的话 你必须要一个一个足隔去填 那你要填81次 才能完成这件事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只要填一次 只要做好一个公式 后面的结果自动可以帮我产生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该怎么做 这个观念的话也跟刚刚一样 就是蓝列锁定技巧 如果你懂这个技巧的话 那其他的话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 你就要做一次就好 那我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个观念跟刚刚讲到的那个标题蓝 跟标题列 其实观念是一样的 一列跟A蓝 那首先的话呢 要怎么样把我的公式串出来 第一个游标先放在B2 先加个等号 特别是先等号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东西 B1里面的东西 那我中间要加一个X 那X的话呢 记得先 SHIFT加上7 有个串接符号 因为呢 储存格 跟那个字圆 跟那个字串 就文字不能直接连接 你必须借由一个串接 AND什么 一个X好了 我们用X来当乘号 然后再加一个AND AND什么呢 AND这一个 有没有 特别注意 这个不要打错 等于 那等于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AND SHIFT加上7 那再加一个双引号 加一个等号 再加一个双引号 也就是把双引号包在里面 AND 什么呢 上面这个 就是等于两个最后相乘 乘的话就是 加一个star 一个米字 然后再加上这个 B1乘上A2 然后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我把它自重一下 那不过我希望 做完这个公式之后 应该知道这个公式 向下 向右 我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现在 你把它向下填满 它应该会错 为什么会错呢 因为我向下填满的时候 我应该B1的位置不能改 可是问题 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e sale 只要你是向下填满 它遇到裂号 向下填满遇到裂号 比如说B1 它会很机婆的 帮你把B1改成什么 B1改成B2 有没有 可是问题我今天呢 我的位置不能变更 一变更我结果就错 所以你会发现 错误为什么错呢 往下填 这个 它会很机婆的 帮你把e改成2 对不对 那我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很简单 只要把什么呢 e锁起来 e锁起来 有没有 因为我这个e 我不要变动嘛 我要B1 这个地方 e不要变动 所以你把它锁起来 打勾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1到9就OK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现在向右 OK呢 其实 拉过来 拉一个就好了 一定错 为什么 因为 我向右填满的时候 那A A怎么样 A不能变啦 因为你一变的话 就会抓错了 所以怎么样 你要把A给锁起来 再向右填满 它才不会错 否则的话 它A会变成B B会变成C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错在哪里 拉过来看一下 这个储存格 这个好了 你会发现 它应该是 一样的是 C1 没错了 C1要乘上多少 乘上A1 可是它变成B1 为什么 因为向右填满 它很机婆的 也会帮你多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A 有没有 所以 就A变成B 错就错在这里 本来应该是什么 一样 这个地方都不能动 应该指向它 可是它变成 一过来 它变成指向这个 一指向这个就错了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就再 回到原来的这个储存格 把A的地方给锁起来 把A的地方给锁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 答案就出来了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如果说你 懂那意思吧 应该就是蓝列的锁定技巧 这个试算表里面的话 基本上都是这种观念 所以如果你以后要处理大型试算表 要把大量的资料 放到Excel里面的话 这个观念是绝对必要 如果你没这个观念的话 你可能遇到像什么 把百家信 把三字清 把一些文献资料放到Excel 你会发现 其他一放就完全没办法 会有蓝列错误的问题发生 好 把它打勾一下 向下 没问题 向右 有没有问题 放开 全部OK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懂了这个技巧的话 它一次呢 就可以全部帮你完成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最后完成的画面 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是99乘法表 那如果你这个观念通的话 以后你要放再大量的资料 都不用怕 这个就是有关大型试算表的应用 这个跟文献资料的处理 也有相关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